昨天我朋友终于把欠了我两年的三千块钱还给我了 这其实本来就是我的钱 按常理讲 这也应该是你所应当的 对不对 但是我总感觉像是白捡来的一样高兴 你说起了怪不了 现在这个借钱啊 你真的还得看能力 我指的这个看能力 不是只看对方的能力 而是只看自己有没有承受对方不还你钱的能力 每次我给欠我钱的人打电话叫他还钱 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心跳加速 感觉很紧张你说起了怪不了 搞得好像我欠人家钱似的 真烦了 总之这年头借钱出去 你稍有不胜将以失去友情为利息 以人钱两空为代价 就算最后还了钱 很多时候好像都搞得双方不怎么高兴 真正能够懂得感恩的人 没几个我可以这么跟你讲 生而为人不能这样 借钱给你是支持 不虽是信任 还钱是诚信 不要拿别人的支持和信任来毁掉自己的诚信 即便你的确是没钱还 你也应该态度端正的时长 告诉人家你没忘 你还记得你正在真真切切的为其努力 朋友对我说如果我再当舔狗的话 就会打断我的腿 哎呀我心里在想 幸好是腿 如果是手的话 我就没办法和他聊天了 以前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上一秒还在聊天 下一秒就能够突然消失好几个小时 甚至一到两天 因为你自己对待不在乎的人也会这样 如果不是可有可无 又怎么会被忽冷忽热呢 在这个人人手机不离手的时代 人家想回你早就回了 一个在乎你的人喜欢你的人 他忙完手头的事 他就会去找你的回你的 总是会担心冷落了你的 而不在乎不喜欢你的人 他睡着睡着就去世了 他吃着吃着就淹死了 他喝着喝着就呛死了 他洗着洗着就淹死了 你也不要问我该怎么和喜欢的人聊天 真的没必要 我告诉你 如果对方也喜欢你 你信不信死都能成为话题 其实在感情的世界里 最惨的最糟糕的 不是你失去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而是因为你太过于喜欢一个人 而彻底的失去了自己 真正喜欢你的人 在乎你的人 是不需要你拼命的去追赶的 也不需要你拼命的去靠近的 我希望你遇到 当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也能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全世界最好的自己 成熟 你必须鼓掌